第1663集 人参大战 如此一来 进入红尘如梦轩的孩子 就正好是205个 楚阳感觉着 以红尘如梦轩的实力 吃下并培养200多个天才 已经差不多是极限了 要是给的多了 反而会造成耽误 你们的门派实力如何 是不是增强了 我是绝对不会在乎的 但是这些孩子 可是我的心头肉 说啥也不能受了委屈 万一太多了 你们培养不过来 那岂不就糟糕了 所以剩下的 该将目标 放在别的门派身上了 甚至那些 不属于东荒天的门派 楚阳反而打算 多给几个名额 反正是给我培养人才嘛 你们不怕累 我自然更加乐意给了 九节空间里 剑灵已经开始了工作 兴奋的就像吃了某药 干劲十足 将所有心得的灵药 都用生命之泉灌溉之后 一一的移植进入药田 充足的灵气和营养氛围 让这些药材 在很短的时间内 就重新焕发了勃勃生机 楚阳刚刚进来 就突然发现一桩不可置信的事情 在他双眸注视下 那三猪已经具备灵石的浴血灵身 竟然突兀地从药田的泥土里挣扎了出来 根须慢慢拔出地面 然后扑的一声就跳了起来 楚阳的眼珠子差一点点 就扑的一声射出眼眶 然后就眼睁睁地看到 三猪浴血灵身 迈着满是根须的脚步 一摇三摆地来到新进来的这批灵药跟前 出乎楚阳和剑灵预料的是 他们首先挑选的 居然是楚阳并没有拿着当好东西 砍价砍得最狠的紫霄血身 那三猪 雪仙子提到已经具备灵魄的身亡 因为有了即将成为灵药的浴血灵身 所以楚阳对这三猪其实并不如何在意 甚至在雪仙子拿出来的时候还疯狂压架 每一猪就只给了三个名额 而雪仙子同样不是很重视这三猪身 自觉每猪换到三个名额已经很是值得了 可眼下看来 这玩意儿居然还是好东西 真是灵药不可貌相啊 现实总是很骨感的 运气来了城墙都是挡不住的 就在楚阳和剑灵这哥俩 称母结舌母瞪口呆的入食下 那三猪浴血灵身 迈着盘山亮腔的步伐 一点一点凑到那三猪紫霄血身前面 然后六颗天下罕见的身亡 一起颤抖起来 似乎是在彼此对峙 又似乎是在征战 总而言之 楚阳居然能清晰地感受到 一股子惨烈的味道 植物和植物之间 不 应该是灵药与灵药之间 要如何惨烈呢 费解啊 不过这个问题的答案 很快就呈现到了眼前 下一刻 甚至没有看出来 到底哪一方主动出击 六猪人身 就那么猛地纠缠到了一处 每一猪居然都是主动出击 根须飘荡中 六猪人身之间 居然发生了异常剧烈的战斗 楚阳和剑灵 眼珠子都瞪出来了 果然是天地广阔 无奇不有啊 但是却也想不到 居然还有这种事情 今天可是再次开了一次眼界 触目所及 不时有素素的声音响起 不断有人身的根须断裂掉 飘落在地 六猪人身 勇猛地搏斗 毫不退缩 很显然 不分出个输赢胜败 那是绝技不肯善罢甘休的 楚阳看着 却是心疼至极啊 原因无他 那每一根断裂的根须 都充盈着 最最精纯的药理啊 两久两久之后 楚阳似乎听到几声 隐约的哀鸣 隐隐间 原本僵持的战局终于开始发生变化 那三猪紫霄血身 一点点慢慢的败退了 而那三猪浴血凌身 却显得意气风发 乘胜追击 终于 六猪人身 先后停止了动作 面对面的站到一起 楚阳知道 胜负已分 浴血凌身 生长年份 虽然较短 可是 却是在黑血丛林那种极为特殊的浓酸土地环境中生长的怪胎 战斗力 那自然非同凡响 而且 自从进入九节空间 就被剑灵完全按照药灵的方向进行极限催化 目前 神魂已经完全凝食 远非寻常的天才地宝可比 这种特殊的专项培养 与紫霄血身的纯粹天然野生路子完全不一样 甚至 浴血凌身目前已经诞生了要灵 尽管生长年份有限 却已经与紫霄血身有了天壤之别 又或者说 应该有着本质的区别 要不是紫霄血身的年份足够长 这场战斗根本就没有打起来的机会 用另外一种相对更形象一点的说法来比喻 就好像一个修行了几百万年的地级高手 面对一个只有二十多岁 却已经突破天级初阶的少年人 前者即便底蕴如何雄厚 但是他骨子里头已经输了 两人全力以赴的火拼 战况可能会暂时焦灼 又或者持续很长时间 但最终结果 仍旧会是天级少年获胜 这就是修行层次的本质区别 放在灵药之间的竞争也是一样的 在楚阳注释中 只见浴血凌身的身上 突然幻化出了人类的五官 鼻子 眼睛 耳朵 嘴巴 居然就那么默然出现 而且在出现的同时 及时就张开了嘴巴 眼神居然是很威严的 逼时着对面 对面的三珠紫霄血身 很明显的颤抖了一下 一副恐惧到极点 却又不得不然的无可奈何 随即 头顶上徐徐的飘逸出一层血色雾气 缓缓的飘向浴血凌身这边 浴血凌身张开嘴巴猛然一吸 这片血色雾气就被一点一滴的吸入了口中 精吞海稀毫不客气 而且是迫不及待的猛吞 接下来的过程就多少有点单调了 血色雾气不断产生 浴血凌身也不断吸取 整个过程在楚阳的感觉里 居然是充满逼凉为娼的味道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楚阳总觉得 浴血凌身那边形成了 某种类似于催促的意念 似乎是在催促子消血身快些 居然很清晰很霸道 充满胜利者对失败者的欲取欲夺 那种趾高气扬 心满意足得意扬扬 与紫消血身的垂头丧气 委屈求全 都是那样的明显 你妹的 打输了还不赶紧进攻啊 嗯 就是这意思 慢慢的随着血色雾气 不断进入浴血凌身的身体里 原本的血白粉嫩 异常可爱的浴血凌身 表皮上 渐刺的出现了丝丝血色 那视觉感觉 就像是一个人的毛细血管 浮现到了表皮上 如果说 原本就如同一团面粉 但是现在 却已经具备了生命 终于 血色雾气不再飘出 三猪紫消血身 如同大病一场 枝也搭了着 连身上的表皮 都出现了无数的褶皱 如同打了败仗的攻击 萎靡不振的站在那 根须不断的往下扎根 将自己固定在泥土中 再也不动了 貌似 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那种委屈求全的样子 就像极了 被某些强权压迫 服从于潜规则的 那个什么 而浴血零声的变化 则更加明显 就像是吃饱了 喝足了 甚至还满足的打了个宝克 伸了伸懒腰 然后 然后就 扑的一声响 就像是撑的放了个响屁 随着这突如其来的一声 楚洋赫然发现 一缕淡淡的烟雾 徐徐飘出 在空中 一阵阴云酝酿 竟然变成三个 拳头大小的小娃娃 雪白粉嫩 眉眼婉然 胖嘟嘟的 憨态可居 三个小娃娃 同时睁开眼睛 看到了楚洋 居然很欢快地冲过来 漂浮在空中 抱住了楚洋的脑袋 一股心悦感恩 依恋信赖的感觉 让楚洋清晰地感受到了 要灵化形 居然就这么形成了 我的个天哪 剑灵张着嘴巴 无法置信地 看着三个小家伙 一阵阵地倒吸冷气 这真是 太不可思议了 这也太离谱了吧 居然没有用到 九死还魂草啊 是了 原来如此 剑灵 要灵需要的是精魄 而三株血身 正是具备精魄的 而且同时人身 虽说品种不同吧 却是同一族群 更好吸收一些 而且事半功倍呀 难怪 难怪会发生 这么离奇的事情 这就是所谓的药灵 楚洋 连爱地看着三个小家伙 忍不住伸出手去 将他们捧在手心里 三个小家伙 露出惬意的笑意 纷纷用自己粉嫩的脑袋 和四肢 碰触楚洋的手心 肩或翻几个跟头 快乐得无以复加 在楚洋的感觉中 这就像是三个婴儿 出生的小生命 脆弱至极 也是让人喜欢到了心眼里 对 这就是药灵 划出的人形 最初期的药灵啊 以他们的能力 可以让任何灵药的生长速度 增加五十倍 剑灵深深地吸了口气 而且还不会很费事 甚至可以说是轻而易举 举手之劳 生长速度增加五十倍 楚洋倒抽一口冷气 两眼放光 也就是说 原本需要生长一百年的 现在只需要两年就可以了 大致是这样吧 剑灵摇摇头 声音兴奋 不过 那还只是在外界 要是在这九界空间里 又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那是更好一点 还是差一点 肯定要更好一点 怎么可能差呢 是要好很多才是 九界空间的特点 就是灵气充足 能让药物减短 生长时间两三倍大 药灵在九界空间里 可以将这项优点 发挥到更大 就是说 它们原本的能力极限 是五十倍 可是在九界空间中 却是成抵增状态的 那不就是说 在九界空间里 药灵能够让灵药的生长时间 增长五十三倍到五十五倍 虽说幅度不算太大 仍旧是惊人的进度 你的理解有问题吧 怎么是五十三倍五十五倍啊 我刚才说的是地增 是五十乘三倍才行 也就是一百五十倍啊 剑灵的话 就像一个晴天霹雳 砸在楚阳头上 楚阳刹那间就幸福的 说不出话来 简直是太幸福了 下意识的 掐了掐自己大腿 这才回过神来 不是做梦啊 原本生长一百年的 现在只需要半年了 这什么概念 对了 他们既然能够幻化人形 还有人类五官 能说话了吧 楚阳看着三个要灵 不行 至少现在不行 达到能思考 能说话的要灵 至少也是高级要灵 那种药灵的层次太高了 基本上已经是升到逆天的程度 要是真的达到那个层次 不管什么真气灵药 只要是植物 他们就能够让其在一瞬间成熟 全无瑕疵 绝对是远超精灵一族的超级存在 当然了 我说的那些也就是一种推测 并无实力 因为要真正达到那种地步 不知道要经过多少岁月犀利 反正据我所知 整个九中天阙 无数的岁月 也没有任何一个完全成熟的高级要灵 甚至就连咱们现在这三个 也是我所知道的 第二次出现的要灵啊 第1663集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准备